出人意料的是,林瑶出场了。林瑶成功地补偿了阿牧留下来的缺憾。 人们意外地发现,在某些方面,林瑶成功地替代了阿牧,继承并发展了阿牧家天井的观赏性。 根据知情者们透露,林瑶一直把自己安排在一个无限虚妄的世界里,不肯承认自己是在乡下,嘴边挂着一口半吊子的普通话。 他坚持把阿牧称作相公,并在堂屋、鸡舍、毛坑的旁边贴上一些红纸条,写上客厅、马场、洗手间。 林瑶的头上永远要对称地插上两只绢花、一只蝴蝶或别的什么,而太阳好的日子,林瑶就要把他的被褥捧出来,晒晒太阳。 然后拿上一只小板凳,坐到被褥的旁边,顶着一颗大太阳,手里捧着厚厚的一本书。 中午的太阳光线太强了,林瑶便把他的墨镜掏出来,戴上认真的研读,如痴如醉。 阿牧家的天井门口,经常三三两两地聚集着一些人,他们并不跨过门槛,隔着一些距离,打量着林瑶。 他那副古怪、沉迷、恍惚而又吃醉的样子,实在有点好笑。 林瑶不看他们,绝对置身于无人之境。 林瑶的样子虽然有些滑稽,但他是瞧不起一般人的。 学校里的老师们听说了林瑶的情状,午饭后正无聊,就一起过来看看。 林小姐,看书呢?高老师慢腾腾地说。 高老师一进门,阿牧就把晒着的被褥抱回家了。 高老师看在眼里,笑了笑,说,这个阿牧。 高老师说着话,伸出手便把林瑶手上的书拽过来了,看了什么书呢? 林瑶一把抢过书,泪汪汪地拍着书的封面,说,这里头全是爱情哦。 王老师说,高老师不要你的爱情,就借你的书看看。 高老师笑笑,拿眼睛去找阿牧他爹,说,阿牧爹,你们家的马一天下几个蛋呢? 阿牧的老爹对上笑说,孩子玩玩的,闲着无聊,孩子写着玩玩的。 高老师拍了拍阿牧的头,亲切地说,阿牧啊。 林瑶走上去,拉开高老师的手,脸上有些不高兴。 高老师笑起来,背上手说,我是阿牧的老师,我总共教过五年的一年级,有四年就是教阿牧的了。 老师们一阵笑,阿牧的老爹已经掏出香烟来了,一个人发了一支。 高老师埋着脑袋,从阿牧老爹的巴掌心里点了烟,很缓慢地吐出来说, 阿牧啊,还是你有福气啊,娶到了太太,蛮好的,蛮不错的,爱看书,太太的身材蛮不错的。 林瑶一听到高老师夸奖自己的身材就来神了,身材是林瑶最得意的一件事。 林瑶挤到高老师的旁边,眨巴着眼睛说,我鸟挪爱。 老师们的一阵大笑在一秒钟之后突然爆发出来了,看得出他们想忍,但是没能忍住。 迟到而又会心的大笑是分外令人开心的。 阿牧的老爹没有能听懂林瑶的话,但是他从老师的笑声和体态上看出儿媳的丑态种种。 阿牧的老爹转过脸,命令阿牧说,阿牧,还不给老师们倒水? 老师们笑得都直不起身子,他们弓着背脊,对着阿牧直摆手。 他们弯着腰,擦出眼窝里的泪水,退出了天井。 这是村里的老师们最快乐的一天,他们把鸟挪带回了学校,而当天下午,鸟挪这两个字就在村子里纷扬起来了, 像不漆而然的大雪,眨眼的功夫便覆盖了全村。 鸟挪声此起彼伏,村里人不仅成功地把那两个古怪的发音变成了娱乐,还把他们当成了咒语与禁忌。 两个星期之后,当两个女教师在校长室里吵架的时候,他们就是把鸟挪作为屎盆子扣到对方的头上的。 一个说,都怕了你了,告诉你,你再鸟挪,我都掐得死你。 另一个不甘示弱,立即回敬说,你鸟挪,你们全班鸟挪,你们一家子鸟挪。 两个星期之后,我们用大概数多的巨幽画,并且转右KN出现箱。 还有两个星期之后,这里は很大。 5个星期之后,这里能钓到我们reibt 않아요。 感谢观看